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蒙特卡罗战25000美金报名的决赛桌 这里边有不少大家熟悉的选手 泡夫老板 还有前边获得冠军的中国牌手 还有马来西亚大神利姆 利姆也是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马来西亚牌手 他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马来西亚牌手 泡夫老板的筹码非常多 有750万 目前排名第二名 稳健的Puretra也闯入了决赛桌 短筹码 A5同色 推冷 梭哈 庄位的范围不一定很好 很容易抢下这个底持 QK会放吗 这也是一个美极华人 这林也是美极华人 QK选择接了 没有放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跑马 9人决赛桌的第一手牌 就是一个赌命牌 对于飘川而言 来看翻牌 翻牌 哦 翻牌有个Q 但现在出路也行啊 有高张A的出路 还有一张卡顺 再发张红桃 买花 真的一张红桃 也还凑合是吧 胜率反而提高了2% 你敢信 还剩一张牌的情况下 胜率他反而提高了 从32到34 但是没有发出来啊 QK还是心态很好的 超级赛桌 虽然第一手牌 就被淘汰了 其实QK的胜率也挺高的 他那个转牌 合牌 各有30%多的胜率 没有发赢啊 还蛮可惜的 我还以为拍照吗 小姐了很多的姿势 然后一拍照的时候 就自然的 就把两个手指头给输出来了 想了很多姿势啊 一面对一刀镜头 就是输两个手指 有点放不开 马来西亚大神利摩和丹尼唐 是我最近 就觉得这两个选手 进步特别大 原先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牌手 现在是认为是很厉害的牌手 石钩 没有玩啊 看看有没有能一站的牌 哇 这林又拿到了AK 这个林的左手是不是 他是五星红旗啊 胳膊上 有五星红旗哦 有五星红旗就有点 稍微有点怪怪的 他是一个老美的国旗 这边是一个中国的国旗 就有点怪异 气掉九五至尊 AK拿下地池 最近刷抖一 老刷到一个叫什么金牌讲师 在美国过那种 要饭的生活 流浪汉的生活 一刷到那他就是 又要到饭了 又要到饭了 在那边看看他也挺逗的 这也是一位马来西亚的牌手 A10 现在盲住有点高啊 10万20万 这里边一瑞斯 这个底石就很大了 Q8接不了 想尻进去玩一下吗 枪口加二位 想玩也行吧 是吧 反正有点勉强啊 Q8同色感觉还可以啊 跟个盲住进去看一看 就他就后边这个背景牌嘛 就是我就老想起 去那个北京火车站 你一出北京火车站 他就有那什么啊 有那个买地铁的 地铁口买票啊 老牌老长的人了 排一堆的人的队伍 就有点他们排队的感觉 后边那个排啊 当时我就看这么多人排队 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排队在那等着 就想办法 后来就发现吧 那北京站 他对面的马路上边 也有一个卖票的 卖地铁票的 那边没有人啊 这边排了 几百个人 然后那边 没有人 或者排几个人 几百个人可能有点夸张 多的时候可能上百 反正经常下火车站 看见那排销排的特别多 他那个弯弯绕绕的 后来在北京就办了一张 十块钱那个卡 坐地铁的 我穷的时候 把那卡给卖了 那十块钱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我把那个牌 我把那个十块钱给卖了 迫不得已 我十块钱对我很重要 后来买个饼 买个饼 买瓶花钱水 再喝着喝 完去天津了 那票不卖了 去不了天津 非常惨 那十块钱都对我很重要 去天津那儿吗 一个德州普克找人 我去那了 哎呀好惨 混的 不过那时候吃的 也不算好 一个饼就水 那个饼真的挺好吃 我现在回忆起来 那顿吃的还挺好的 那饼特别好吃 大饼 来看这手牌啊 两个人都是追梦牌 来看翻牌 两张红头 彪哥拿下 彪哥还有位置 在H这位 他会不会 他应该会偷一枪 彪哥会尻一枪 然后他动不了了 他打一枪之后 转牌他又动不了了 除非发出五 他动不了完 彪哥转牌 如果偷的话 队伍得缝盖 这彪哥肯定不会缝啊 彪哥特意穿了这一身衣服 彪哥应该是他有点想瑞斯啊 我不认为这个牌你会想负的 肯定是想尻还是瑞斯 觉得对方A的范围可能性也不小是吧 尻一枪 我再观察一拳 我有位置 再观察下情况 这有点不太好偷了 不是不太好偷了 队伍 他有点摊牌价值 可能会过 不过他有个卡顺啊 他还是有可能继续偷的 这张三还是对他挺有利的 其实这张三对队伍而言不错 他比队伍小 让他有卡顺 面对庄位 他还是有可能再偷一枪的 有可能再偷一枪 真有可能再偷一枪 不过还是偏向于过牌 可能多一点啊 不好说这手牌 看他个人风格凶不凶冷 不过他偷一枪 感觉中注好打嘛 轻重 没准飙哥还会靠他 我还要再偷一枪 200万的迪士 这张三发的对队伍太有利了 200万 67万5000 对方连续进攻 这牌我觉得不是太好负 但瑞斯回去 其实瑞斯回去 你不太好演 自己有强牌 这里边 这里边可能还是一个 就是你瑞斯回去 他不太好讲故事 这张三不吓人 这队伍有点凉了 心里边 看合牌发过什么 一张二 这队伍现在 他没有什么 好打的了吧 还要偷吗 还要偷 你说一张A 其实这个时候 他也差不多了 一张A打价值 也差不多了 一张A这里边 下个重注 有点冒险 他偷不下去了 彪哥会偷吗 彪哥偷就会拿下这个地址 彪哥现在的牌力也不弱 彪哥也能演一张A 但这里边也怕对方有A 就是这里边彪哥偷 如果下得轻 对方有A就很容易尻彪哥 算了 不强讲故事了 上帝视角一偷就跑了 但是彪哥这个牌面 他不是好讲 不是在 就是他讲什么故事是吧 他只能下重注 硬偷一向 他有张A 比如下个轻注 打点价值 对方有A又很容易尻他 对方很像有一张A 在彪哥的视角 对方很像有张A 对方A是这位 起的瑞斯 然后 打打 翻牌是不是他起瑞斯 没看着啊 不知道在那 不知道那会我嗶嗶什么呢 但是你看他位置 肯定是 大概率的是 H这位起瑞斯 庄位尻是吧 HG位尻进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就是如果HG位尻进来 庄位尻进来 小盲大盲尻进来的概率也比较高 没看着 咱就合理推论一下 他大概率他发生的事情 他叫林仁吗 就是很常见的林性 加上那个仁义的人 四六负掉 二五负掉 哦 石钩 石钩可以玩啊 而且收筹码很深 其实石钩这牌打筹码深还不错 结构牌 哇 石钩两对 对钩一对 这手牌还挺有意思的 咱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石钩大概率会过牌是吧 玩勾圈也空下持 哇 这么发牌的吗 那石钩又过 勾圈呢 勾圈也过了 都怕有张K 其实勾圈也不是不能打 那现在拆个拆个呢 这么发牌的吗 其实勾圈转牌就是 因为大忙的位置 有K的概率也没有那么高啊 忙住位嘛 其实你要勾圈想打 打一下也不是不能打啊 因为那个牌买牌也挺多的啊 但是过牌球稳过也行啊 因为他这牌还是有点怕 拆克瑞斯的 咱打也行 又有位置是吧 就是打过都行 咱提供两种思路啊 就是你有位置 别人瑞斯尼 你也更好观察他 而且在你范围里的牌 你起的瑞斯 他在这种牌面瑞斯尼 说实在的 他不是真没K他 我觉得他真的不敢瑞斯 其实德州普克这个游戏 你要玩好了 就是玩好了 你做别的事啊 其实你很难失败 真的因为德州普克你玩好了 他要参考的要素特别多 而且德州普克你玩好了 就是你就容易多方面考虑 换角度考虑问题 有一张A就不错是吧 就还可以啊 而且德州普克你 他是综合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你综合考虑一件事情 你就不太容易 就是失败啊 就是大概率这样是吧 你把各个方面都考虑好了 做一件事 其实大多数人的失败 还是做事情 他有些盲目啊 比如我想创业 心血来潮了 是吧 我居然看见 抖音上边说 打个横条 说店铺我已经租好了 但是还没想好做什么 是吧 大家给出出主意 我这个店铺做什么 就是很多人创业啊 做事啊 他都是有些盲目啊 就脑子一热就做了 你知道吗 其实你综合好考虑一件事情 还是成功的 概率更大一些的 就是一件事你考虑好了吧 他失败的时候 你也可以尽量去避免它的损失啊 这件事情盈利多少是吧 损失我会损失到多少 各个方面都考虑好了 找一个合理的点进去 又是五五 再见五五 但现在咱们的环境 其实是不太适合创业 其实现在这两个市场更极端了 要不做高级市场 要不做低端市场 低端市场就得 主要就是做吃 你知道吧 真的 我感觉啊 你要做吃还行 就一些最基本的吃的 可能还行 要不就是高端市场 高端市场现在有钱花不出去 不到买什么 没有消费的地方 其实这两个面更窄了 你知道吗 其实一直就是主要就是这两个市场 其实高端市场 你做好了 它更好赚一点 其实也更容易一点 到高端市场有门槛 其实有门槛的事情 更好赚钱 嗯 就是没门槛的事情 它更难赚钱 你看那些小吃什么的都是衣食住行的这些吃的 是吧 它都是起早贪黑的 有些也很赚钱啊 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辛苦换的 高端就是很轻轻松松的 你看有些人他就卖点面膜 卖点什么 这不能算高端 这有点算带货 但有些做高级产品的市场 他反而很赚钱 反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会比较少 但他前期一般可能飞脑子多 你前期产品呀 什么呀 客户呀 你调查什么的 可能那方面飞脑子飞得多 AQ 这盲猪又涨了 12万5千25万 这也要扔个岩石卡吗 岩石卡以后少发点 这也要浪费张岩石卡 因为AQ这牌很正常的 你要起个瑞斯是吧 这也要想这么久 拿个队伍他考虑考虑 还可以好理解一些 A7 A7没有玩 又都负牌了吗 又都负牌了 那好了 咱们今天这节目就看到这 咱们下次再见 excited 咱们下次再见 这些